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12日 星期六 我們來到正月12日 正月12日 我們這節繼續跟大家研究香港的疫情問題 繼續跟大家分享 這是反對派 最大子媒的報導內容 最新的反對派最大子媒的 立場 又有浮動的現象 現在 當然繼續追擊港共廢官 但是 現在竟然希望動用國安法 要拘捕港姦 一大堆香港的港姦廢官 現在 反對派最大子媒也開始 毫不忌諱地追擊特首林鄭月娥 這件事 沒有做錯的 當初 就是指反貪官 不反皇帝 習近平 使用的林鄭月娥 他們不敢加以批評和攻擊 我們看到 建制派 對於林鄭月娥 能否換走這個問題 表現佛力 反而 反對派最大子媒 接力而上 覺得 甚至乎要動用國安法 清算 就是林鄭月娥 一干人等 一大堆港共政府的官員 全部 都需要被中央 追究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就是星期二新聞 集團 請大家 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本台廣播 請大家繼續 繼續 欣賞廣告 繼續幫我們 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播放 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這個標題叫做廢官放軟 逆浪四卷 中央止亂 舊責清算 我當然就幫他改了 廢官 港姦禍港 國安法 將他們斬擾坐姦 他的subheading也是這樣說 國泰引入 新官入關 當然我們不是叫新官 失職須發辦 國安法就坐姦 對這個國安法 期望甚高 但是國安法 國安公署 的話事人 是不是也是港共政府 所以 這一個 是永遠不能夠達成的願望 所以 Tony也做了另一節 藍絲的祈禱 現在藍絲的祈禱 就好像 對著天上的繁星許願一樣 現在難以實現 跟大家分享一下內容 坦白說 內容我們也不太同意 而且也很矛盾 第五波疫情大爆發 香港 再錄得 過千宗 確診個案 已經有1300宗 打破了單日 確診紀錄 現在 總數的個案 已經突破了2萬大關 累積 已經達到2萬0119宗 在這個 印太地區 因為沒有印度份 亞太地區 就已經成為 差不多最差的地方了 疫情超過了台灣 但是這個說法是有誤的 但是日本呢 又不算下去 他就說要算大中華地區 算大中華地區就很麻煩了 你算大中華地區 你有沒有把這個 中亞 外蒙古 蒙古那些算下去呢 根據中國政府的說法 這些地方 自古以來就是他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不把他們的 疫情計算在內 這個說法 就是有問題的 不夠一個半月 香港的確診數字 已經激增了7500宗 禍於管理失當 失當的地方是國泰航空 因為 放任他 就是那些服務員 這件事 也是應該政府負責 因為政府 當然國泰是有責任 我們不是說國泰一點責任都沒有 但是 政府是知情的 機管局 如何處理 國泰的機組人員 往返的守則 香港政府 一直都知情 香港政府 責無旁態 所以 現在 防疫穿孔 導致 還有一個檢疫酒店 檢疫酒店 也是其中一個 大爆發的地方 又是你香港政府要負責的東西來的 叫人們去防疫酒店 然後防疫酒店 就是大爆疫 然後 每次爆疫的時候 就有專家去到現場 跟記者搏咪 然後 跟你說這裏的結構又如何 彷彿 疫情專家 搖身一變 成為 屋宇處 建築工程師一樣 當初你不說 為甚麼 爆疫的時候 你就去延場開記招 香港的防疫 想不死也挺難 每次 出事的時候 穿鑿附會 勉強 創作 新的爆疫理由出來 我還記得有一次 很離譜的 眼神交流 就中招了 就說有一間房 裡面的人很喜歡健身 踩健身單車 結果 裡面那個 細菌那個病毒數量 激增 導致另外那個人 真的眼神交流 在走廊打開門 看到對方 眼神一接觸 接著就中招了 當然他不是這樣說 但是 他的理由也很牽強 他 牽扯到 酒店的住客 踩健身單車 也成為爆疫的其中一個原因 這個 大家為甚麼 細心想想 這個是典型的小學生 作故事 解釋和掩飾自己的責任 這個情況來的 我們在小學經常會發生 陳小明為甚麼你不交功課 我昨天被人擠甚麼事 最壞的是哪個同學 偷了本筆記簿 搞到我經常都做不到功課 這個是小學 生息的辯解 明明是自己的責任 每次 新作一些理由出來 嘗試為自己開脫 林鄭月娥當然也是元兇之一 還有 就是陳肇始 還有陳凡 全部 也是疫情的元兇 所以 你來來去去都看不到有任何人需要問責 現在 唯一問責 被下台的人 前文政 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只有徐英偉 因為政治鬥爭 被林鄭月娥掃了下來 沒有其他 問責局局長需要負責 你說多好笑 搞到現在 所謂要中央介入 中央介入 香港 又再一次 失去自主權 本身也沒有自主權 令到 魔爪 更加深入 東方倡議 要動用 在關鍵的時刻 要動用國安法 對於 這個事件裏面的主角 一大堆 問責官員 要他們中央 撤查 追究他們 醫管局繼續說 有兩名感染了武漢肺炎的患者死亡 一個是人濟醫院 86歲的男病人 另一個 在伊麗莎白醫院 88歲的女病人 現在 累積和武漢肺炎 相關的死亡個案 218宗 疫情大爆發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就是帶領訪問團去了深圳 預備跟內地商討 怎樣 為香港的抗疫就要商討 問題又來了 為什麼 如果你覺得跟內地交流 會對防疫有幫助 為什麼你一早就不做呢 為什麼 你那些專家不斷出來為自己的失職開脫 你那個園區 封鎖 導致葵沖村 大爆疫 原因又在哪呢 為什麼 受影響跟相關的人士 拿去捉高灣呢 當時是你香港政府 下的決定來的 我覺得要臨時 將葵沖村封鎖 既然你們那個 防疫 一直都有問題 你又一直都不跟國家衛健委交流 當然其實我們不同意 你跟大陸溝通員就會 良好 但是 既然你說 跟內地交流會有幫助 為什麼 這幾個月以來 半年以來 甚至乎 一年以來 你一直都沒有做這件事 所以 你說叫政府問責 就是在說這些東西 就是為什麼你一直都做錯 為什麼你現在推新招 之前那些新招 你就不用 你每一次 有新的政策 出台的時候 你就說這次 可以了 一定可以 每次都不行 每次都有新招 每次失敗的時候 總有 開脫的藉口 這樣的防疫法 有什麼可能 有什麼可能會沒事呢 其實 那些專家 眾說紛紜 製造社會恐慌 一大堆人出來辯論 什麼叫共存 什麼叫清零 連這兩個字眼本身並沒有任何科學定義 出來辯論 隔空隊長的一些人出來 表示對於中國大陸一忠誠 又說要支持就清零 之如此類 變成 立場之爭 坦白說 你問我 我覺得這個情況應該參考外國的情況 既然你那個已經在社區暴疫 而你的醫療系統沒有辦法負荷 你叫他們家居隔離 也 不是一個 也是被無可避的辦法 但是你就要有足夠的指引 足夠的支援 因為你現在 你的政府不是沒有團隊 你拉人封艇 查國安法 拉票控別人 查安心出行 的時候你就有大量的人力 物力 當確診的人士 希望得到你的支援 的時候你就說我們沒有人手幫你 這種矛盾 看在香港人 每一個人的眼裏 包括藍絲 包括黃絲 每一個人都看到你香港政府 做事的那種本來的倒置 有資源你不去利用 全部變成 就是做一些 對於防疫一些幫助都沒有的 安心出行 勞私動眾 拉了那麼多人 票控了那麼多人 犯罪令 之如此類 有甚麼作用呢 為甚麼你不把你的資源 放進現在的防疫幫助上 確診了的人 不能夠入院 然後打電話去查詢 叫你去私營機構 私營機構 說如果你來逗留 我們就變成密切接觸者 導致 私家醫院 或者私家診所 都需要關閉 以及隔離 你說多麼荒謬 到底其實你們這些官員在做甚麼呢 你們在出工 封區 要民政署職員加班 然後 又有OT 錢給那些退休紀律部隊 結果 你們 真是好事多為 甚麼都做不到出來 坦白說 我們支持打疫苗是有選擇權的 但是當初 香港政府使得香港人對疫苗 投下不信任一票 原因 歸根究底就是因為 政府 出來 胡言亂語 不斷在推卸責任 有疫苗相關的個案 你不是主動出來澄清疑慮 而是出來 說一些誰都覺得你 就是在說謊話的說話 令到你自己 失信於民 所以 疫苗接種率不高 最終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那個香港政府 沒有公信力所指 你那班 專家 說話沒有公信力所指 如果你香港 那個政府 是英國政府 你打的疫苗 是阿斯利康 其實我覺得整個問題 可能一開始 接種率已經很高了 大家清楚記得 當時 吹谷的疫苗 不是 不是復必泰 不是阿斯利康 而是 叫大家去打國產的疫苗 叫人去打科興 然後科興發生了甚麼事 大家清楚看到的 怎麼能夠 將那個疫苗 的不信任 推下去給香港市民 很明顯就是港共政府造成的 所以我們繼續會 拿這些 問題 出來 討論 辯論 因為 真真正正問題就是要拿出來討論 辯論 所以我們會繼續 就著那件事 繼續去討論 我們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